各大素食店都寄出地瓜薯条 你也可以自己动手做 教你怎么专业炸薯条 注意三大重点 裹粉之前先泡水 适当的油温 分两阶段油炸 要准备的材料有 地瓜 酥姜粉 莓粉 先将地瓜削皮 咦 这白色的汁衣是什么 别担心 这是地瓜本身分泌出的白色乳汁 是正常现象哦 再将地瓜切条 地瓜大小会影响油炸时间 如果切太细在油炸时 会因为水分流失而变小 建议宽度大于1公分 今天小编切了大约1.5公分左右 再来地瓜要先泡水 除了能洗掉切面流出来的乳汁 也能阻隔氧气防止氧化变黑 再来调粉浆 依照包装上水的比例来调配 将地瓜稍微裹粉再油炸 就可以炸出外酥内部湿润的口感 薯条油炸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用比较低的油温 大约170到180度C 先将地瓜内部炸熟 如果使用高温单次油炸 地瓜很容易因为加热温度过高 发生表面焦黑但内部不熟的现象哦 大约炸5分钟就可以将地瓜先盛起来 第二阶段再利用较高的油温 190到200度C 进行第二次油炸 炸约30秒到1分钟 使表面形成酥脆的外皮 最后地瓜薯条就是要撒上经典的梅子粉 外皮超酥脆 咬下一口还吃得到地瓜的甘甜 下午茶宵夜就是要来这一味 再次油炸 再次油炸